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连则停上激烈辩论两个半小时 美国持续打压华为 而正在英国访问的国务卿 蓬佩奥在和特雷莎美首相进行会议的时候 也特别关注到了华为的5G建设 这个俄罗斯科技迫降起火 造成严重伤亡事件 发生还不到几天 在船缅甸仰光机场 有科技着陆时发生事故 一周以来 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航空安全的话题 特别是在状况发生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都能了解到 关键的黄金逃升90秒吗 今天有田通和美快 大家好 评论员我们欢迎乃金姐 欢迎乃金姐 大家好 要邀请大家加入话题圈 与我们有话一起讲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我们就先直接来看 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孟晚舟 她的引渡案 这次的这个聆讯听证会 在8号的时候再次开庭审理了 这次的开庭审理 重点围绕着引渡聆讯的程序 还有安排进行了展开讨论 上午10点05分 孟晚舟身穿纱裙 搭配黑色西装外套 长发披肩 面带笑容地 在律师团的陪同下进入法庭 孟晚舟和她的律师团首先表示 对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遭遇的逮捕 和关押都是不合法的 美国提出的引渡也是没有证据基础的 并要求多方公布更多相关证据 代表律师Richard Park还提出 将下一次聆讯听证会安排在10月15日 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收集分析证据材料 而法官霍姆斯则提出要尽快进行 经过休庭商讨 最终确定9月23日为下一次停讯听证会时间 华为发言人本杰明豪斯也出现在法庭外 对媒体表示孟晚舟本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 也未曾就伊朗问题 向美国银行谎报任何信息 这是一场政治炒作 有关加美两国双重犯罪引渡原则 也是本次听证会的热议焦点 多名法律专家称 若用足这一论点将可极大帮助到孟晚舟引渡案的最终走向 从简单的事实来看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没有穿越美国的对伊朗的制裁案 如果是要说它犯罪的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提出的孟晚舟犯罪的双重性是主要集中在fraud上面 也就是说作假 而作假这一个行为呢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都将是一个犯罪行为 孟晚舟代表律师也在现场提出更改保释条件 因为其中一个担保人要卖掉房子 另外孟晚舟现在居住的家是位于街角地段 面向大街 每天会有很多人围观 因此她的代表律师还提出 孟晚舟将扳倒位于山勒斯地区的家居住 理由是更大的面积 以及有门禁的房子会方便安保工作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李元坡 黄山 本格华报道 从现在的消息来看 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至少要到9月份下一次的这个庭审 才知道具体的这个走向 但南京也您觉得在接下来 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会关注的一些方向呢 是 我看到今天 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主张 就是孟晚舟的这个律师团 就第一个比如说 她说在过程之中 把扣押的这个过程之中 她违反了这个加拿大权力与自由的这个宪章 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战 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你中间呢 你要去抓到一些 你如果说一开始的你的逮捕的程序 她就是违反了一些的原则的话呢 她后面的东西都是无效的 这就叫做独树独国理论 所以说我今天比如说 我今天是在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被逮捕 她就美国来讲 她不是要宣读你的权利吗 你今天可以请律师 可以怎样可以怎样可以怎样 但是呢你如果说呢 你没有宣读她的这个权利 或是当她想出了什么东西 她没有你没有去帮她请律师的话 或是你违反什么侦查原则的话 她其实整个那个东西都是失效的 所以说我觉得她的律师呢 在经过了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 现在提出了一些新的诉求 那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九月的时候 到底法官是怎么这个裁决 如果说一开始她的逮捕 她法官就认定说 的确违反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的 这个宪章的话 那她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线的发展了 她现在就在抓说 她那个一开始进行逮捕的时候 那个程序有问题 说这就是独树独果的原则嘛 因为现在孟晚中的关键在是 美国提出了引渡 然后这个她进行了 配合她们进行了这个逮捕 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说一开始的逮捕 就违反程序的话 那就后面没用 那就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法律的程序要走了 没错 就可以去拉长 她这个到底能不能被引渡的一个时间了 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不久呢 华为也是第一时间出来发表了声明 指出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 认为逮捕的背后有政治因素 华为在声明中指出 华为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 认为美国下令逮捕孟晚舟是非法滥用程序 背后有政治因素驱动 而非出于法治考虑 华为指出 孟晚舟律师披露了三个重要事项 首先是针对孟晚舟发起的刑事案件 完全基于不实指控 孟晚舟的行为是公开透明的 银行人员也完全了解 清通在伊朗的业务和运营的性质 也了解华为与清通的关系 因此没有证据证明孟晚舟有欺骗 不诚实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行为 银行也没有因孟晚舟的陈述 面临利益被剥夺的风险 第二 拘捕孟晚舟的逮捕行动 是由加拿大皇家骑警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三部门互相配合的 加拿大皇家骑警 故意延迟出示拘捕令 以例行入境检查为名 对他实施非法扣押和搜查 另外 他们还搜查了孟晚舟的行李 并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指示 扣押其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强迫其交出密码 侵犯了他的权利 第三 孟晚舟被捕 违反了加拿大美国引渡条约 和加拿大引渡法的核心原则 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 是基于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行为 但加拿大目前并未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 因此 他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 引渡请求不满足双重犯罪的要求 孟晚舟将向法庭申请停止引渡程序 华为期待孟晚舟尽快重获自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孟晚舟案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9号下午就强调 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 坚定 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对于孟晚舟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 敦促加拿大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 是 就像刚才乃津姐提到 就是他这个律师 第一个他先抓逮捕时程序问题 那他们这次律师团呢 另外两大的原因提出来 一个就是政治性 另外一个就是双重犯罪的认定 是是是 就是说因为法律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律师当然就会就他整个的过程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要不停地要去寻找 有没有可以让他比如说撤销 不成立 就是不成立 这个引渡也不成立 然后呢 他的这个整个的拘捷行动 他也不成立 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 使得他这个被引渡的这个可能性 要让他降低嘛 那当然这个釜底抽薪的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说加拿大的这个法院呢 他就采纳了 就是说你这个你在这个引渡上 违反了核心原则 就是双重犯罪的话 他直接就撤销 那就一劳永逸了 那但是呢 因为不管是在拘禁他的过程中 或是逮捕他的过程之中 你如果侵犯他的权利的话 如果这个部分认定的话 他会牵涉到之后的 比如说他没收了他的手机 那里面是不是从手机里面 他有没有得到一些 得到一些通联记录 或什么之类的话 那这样如果这个部分 他是成立的 那他你后面才 你得到的这些证据 你就不能够采用啊 因为他不是逼孟晚舟 要告诉他这个手机的密码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读书读国理论 那关键就在于是说 因为整个的程序非常的复杂 而且是加拿大 一开始的时候呢 华为其实一开始就说 你不应该加拿大的司法部门 你不应该批准 就是美国的引渡的要求 那他已经批准了 他已经批准了之后 所以进入到了法院的程序 然后再到这个法院的 这个程序以后 律师在分对不同的点 再进行诉讼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来看 加拿大在答应了 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之后呢 我们不难发现 他其实自己也是陷入到了 十分尴尬的一个境遇当中 有加拿大的引渡法律方面的权威 就指出说 其实加拿大政府 可以随时自己决定 如何来摆脱困境 资深引渡与刑事法律师 Gary Bowling 专业从事引渡相关案件 及法律研究近30年 是加拿大引渡法律方面的 权威专家之一 他指出 加拿大政府虽然声援引渡 是独立司法程序 因此不能干涉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 引渡是政府的政治决定 对于逮捕孟晚舟所依据的加美引渡协议 报令指出相关协议在加拿大并没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 在加拿大因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之后 中国和加拿大关系出现裂痕 有律师指出 这显示加拿大应该吸取教训 以后谨慎处理美国的引渡要求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李元坡 黄山 文革华报道 对啊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路听到 包括这次开庭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孟晚舟的律师代表 她不断地强调 我们相信加拿大的法治不断地讲 可是看到现在 包括刚才他们也有专家去解读 都解决不了 加拿大这个尴尬的局面似乎脱离不了 是不是那就是只有政治的原因了 美国当初提出来要带孟晚舟 它就是政治原因 而且因为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说了 所以说呢 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因素 但加拿大呢 引渡都是政治因素 除非就是说很单纯的 它就杀人放火 或是说它在犯案 除非是很单纯的杀人放火 而且即便是单纯的杀人放火 常常有的时候呢 因为比如说 我们讲欧盟是没有死刑的 你如果说你被引渡回去的这个国家 是有死刑的 他们常常还会因为说 基于人权上的东西 他也有可能 他也有可能拒绝引渡嘛 那所以说现在对于 对于这个加拿大来说 因为他们前面 他已经接受了美国的这样子的要求了 所以呢 后面 后面要怎么样去推动跟进行的话 就变成是说加拿大政府呢 他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我们不要忘 那个时候的这个加拿大 这个非常帅的这个总理 特鲁多 对特鲁多 他自己那个时候都还陷入到 有没有在司法上面去 去施压的这个问题 所以特别是那么敏感的一个问题上面 接着到中国美国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的时候 他就是他当时也是一种政治决定 只是现在呢 让加拿大呢 就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很为难 加拿大其实面临为难 还挺有意思的 之前加拿大的一位大使 不是还帮着孟晚舟来 来寻求一些合理的这样一个方式 在法律中 然后就被解职了 然后马上就被换掉了 当然当然 这样加拿大是 不当然 因为就是说你从加拿大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呢 他的这个大使呢 是代表国家 那所以呢 你今天在这个政府做成了 起码在第一个阶段 他配合美国的这个引渡决定的时候 你应该站在的是加拿大的这个立场 其实这个外交官 特别是你是卸任的就算了嘛 你是现任的这个外交官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谈话 都是要以政府的意志为意志 国家的意志为意志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什么 个人的 个人的出点子的空间的 虽然他说的都是 大家觉得蛮有用的 蛮有用的大白话 你觉得他讲的是实话 他讲的都是事实 可是因为你跟你的国家 跟你的政府的立场是有违背的时候 你要承担的就是 就是加拿大国内的政治压力嘛 将这些国会议员 去跟这个总理施压的时候 那当然只有这个 只有他被辞职咯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考验 加拿大政府智慧的一件事情 网友暴风雨下的绵羊 他说他觉得应该不妨先拖着 看看中美之间博弈怎么样 再来做最后的决定 然后吴协呢 他觉得这个时间还长嘛 总之要到9月份才会再开庭 那么这期间呢 还会有很多的变数 现在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 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是 那对于孟晚舟事件发生之后 华为在接下来应该如何来应对 特别是在生意场上 在美国不断的施压之下 有很多的这个情况 希望也是值得我们关注 特别在世界的范围角度 华为接下来如何来稳住 他的正脚 稍后休息一块来聊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搜码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背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欢迎我们接着来关注 华为的事件 尽管发生了孟晚舟被逮捕的事件 但华为在加拿大的5G业务 还没有就此中断 对 华为在加拿大的分公司 更在5月7号宣布了对加拿大的三项承诺 第一项承诺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产品研发上 华为加拿大公司承诺 说在今年年底前 他们会发布第一款 专门面向加拿大市场的5G智能手机 华为表示 加拿大是华为5G研究的所在地 所以公司也会努力确保 站在5G技术的尖端 第二项承诺就是到2020年 华为加拿大将为超过1000名加拿大人 提供信息通信的技术培训 另外华为加拿大承诺 第三个承诺就是 会和当地慈善机构来合作 尽快为沃泰华的洪水救灾 捐款10万加元 而华为在沃泰华的员工 可以选择带薪休假 以便作为志愿者参与抗洪救灾的工作 其实华为的1号掌门人 任正非她之前就提到了说 不会因为孟晚舟的事件 影响她和加拿大商业合作 在商严商 那目前来看 华为也一直在履行着 任正非的这样一个态度在这里 是 孟晚舟的事件 就是美国这种霸权 很遏制的一种行为的表现 因为美国针对性的 就是冲着华为而来 所以她把孟晚舟 就要求加拿大配合 把她给拘禁 给逮捕了 台湾以前也有大厂 在美国 她就是说违反什么智慧财产权 什么的 她的高级主管 她不但在美国 就是被限制出境的时候 她后来就坐牢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华为来说 她的冲击当然很大 不但她这个孟晚舟 她是财务长 她是任正非先生的这个女儿 你想想看对于这整体的公司来说 她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她现在要面对的 不但是这种美国在各个地方 就点火 要大家禁用华为 她还面对到她的这个女儿 简直是被当作人职一样 被加拿大配合 但是我觉得这个华为 在这个孟晚舟事件之后 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 对外的这个策略 公关的策略也好 法律的诉讼的策略也好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华为过去 长期以来她就是被 被认为是一个很神秘的公司 而且因为任正非先生 她经营理念的关系 她也不上市 她也不上柜 可是她就正增添了 她的这个神秘的色彩 但是因为这么庞大的 这个压力 使得她们在面对 孟晚舟事件 采取的这个法律战 采取的这种 就是我就是一个科技 我就是一个大公司 我今天我该做的事情 我照样做 然后在华为的总部 召开这个记者会 然后大阵仗的在美国 我就是要对你美国 采取这种诉讼 我觉得她走的路线 走的这个策略 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也透过了这一次 她所采取的这一次 让大家更了解华为 去拆掉一些 过去因为不那么的透明 而造成的一些的猜忌 和造成的一些的这种 很多余的一种 疑虑的这种隐性 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美国这边 前几天一直四处奔走的 国务卿蓬佩奥 在8号访问英国 会晤首相特雷沙美 和外相亨特的时候 同样也是关注 华为5G的建设 美国因为核问题 不断打压伊朗之际 蓬佩奥到访英国 他向英国重申 不论英国将来 是否会脱离欧盟 美英两国长久以来的 特殊关系 不但会持续下去 更会蓬勃发展 不过对于英国 似乎有意让华为 参与英国5G通信的 非核心设备建设 蓬佩奥反应强烈 警告英国 不要采用华为的设备 以免危害两国情报交流 他出席一个讲座时 甚至声称 英国已故首相 撒切尔夫人 对其他国家 以贿赂及打压等手段 侵犯别国主权时 绝不会坐视不理 暗示特雷沙美政府 对中国及华为的立场 不够强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和华为之间的纠葛 其实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了 早在2007年 美国政府就以华为 威胁国家安全委员 要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否决华为收购 SUNCOM的提案 而华为威胁论 也由此诞生了 2011年的2月华为主动提议 让美国政府展开全方位调查 来澄清误解 虽然最终美方得出了 没有证据表明 华为从事间谍活动的结论 但仍然指责华为 没有提供充足的资料 并且建议避免使用华为设备 不满足于此的 美国还联合盟友围堵华为 在2012年 澳大利亚 以对华为安全性感的担忧 为由禁止华为 参与其宽带网络的建设 迫于压力 英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 也宣布对华为展开调查 随着华为在全球5G建设上的 领先优势是越发的明显 美国对于华为的排挤 是再度升级 2018年的1月 两家美国通讯服务商 先后宣布取消和华为的合作 同年的4月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禁止了美国电信公司 使用联邦补贴 购买华为等中国公司生产的设备 与此同时 美国派遣官员前往各盟国游说 来抵制华为的5G网络 至此 由美国 英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以及加拿大组成的情报 共享组织五眼联盟当中 谨慎英国 仍然为华为开绿灯 并且遭到了美国封锁情报的危险 面对美方的指责和排挤 华为再次以行动自证清白 2018年的10月 华为将原代码交与德国审查 2019年3月 华为邀请美国媒体 前往华为深圳总部进行参观 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德国没有发现任何华为 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而英国的军情六处 也认为禁止华为 不会是正确的选项 谢谢万俊 对 我们发觉 曾经和华为这合作声音 应该做得挺好的 这都有说一些话 可是乃京前我们看 如果说美国 它继续不断高举这个华为 那个是威胁论的这种大旗的话 那是不是让这些国家 接续它很难跟华为 真的能在商言商 不会 就是华为这个威胁论 它说实在的 也不是从特朗普时候才开始的 其实在奥巴马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美国的专家 学者就在说 美国在5G 在AI已经落后了 已经落后了中国 在AI又落后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只是奥巴马毕竟还是一个君子 没有这么的粗鲁 但是我就说就各国来讲 它自己在发展5G的时候 他们这些国家 有它自己的时间表 有它自己的时程表 就是说英国为什么 这次会做成这样的决定 德国为什么会做成这样的决定 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 关键的核心的牵涉到 他们真的认为是 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华为就没有参与 但是其他的 因为华为它就是全世界 在这个5G上面 不管它拿到的这个标准的 这种规格 还有它的工程 还有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价格等等 它就是最好的 而且这是价廉物美的 就非常好的 所以说英国它要考虑的是 它在下一波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 它不能够落后于别人 那德国要考虑的也是如此 那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技术本位 华为就是靠这个技术本位 所以我不认为说蓬佩奥这样去说 英国呢就会因此而打退堂股 特别是呢 我们看到英国过去 在做很多的这种大决策的时候呢 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个国家 你看当时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要奥巴马的时候 美国要大家都不要加入亚投行 这个大国第一个率先加入亚投行是谁 就是英国嘛 然后呢在在这次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 也是因为英国是之前的时候就传出这个风声 说他们会让华为参与5G建设 我觉得连带的也影响了德国的决策 所以我不认为蓬佩奥的这个方向会奏效 特别是英国要脱欧了耶 英国要脱欧的状态之下 它不只在5G 它有很多的这个方向 它需要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来做来为它脱欧之后的 其他的一个贸易往来上面做安排 考量的还是我自己的竞争力啦 对你说这个发展嘛 还有拥有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 好 世界呢发生了期许关注 这个话题先谈到这里 下一节的大话题呢 那我们将要来说说 这个俄罗斯客机迫降事件 发生真的是不到一周 但又在金船缅甸仰光机场 有客机着陆时发生事故 这都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亿 当状况来时 我们是否都知道 最关键的黄金逃生90秒呢 稍后聊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声音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登陆以下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的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我们同事今天每天呢 大家其实都会开会讨论一下 一些热点话题 今天一到公司听到他把他讲 怎么又有客机出事 那心立刻就掉下来 觉得发生什么事 然后第一个时间 接着我们都会立刻问说 有没有我们自己 有没有中国籍的乘客 就要来看 那这次发生的 其实是在印尼 是在缅甸 缅甸仰光机场 孟加拉航空的一架客机呢 8号从孟加拉首都达卡飞到缅甸仰光机场 昨天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 造成至少33人受伤 其中是包括了三名中国公民 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不过好在呢 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在仰光 当地时间8号傍晚6点52分 孟加拉航空一架客机在着陆时 划出跑道 后停在草坪 缅甸民航局副机长叶图昂说 飞机没有在指定着陆点降落 机长试图重新降落 但不成功而破降机场 飞机前轮和后轮损坏 机已折断 机身截断 叶图昂指出 飞机没法在指定着陆点降落 而在跑道的一半距离才降落 是造成事故的原因 缅甸民航局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 叶图昂表示 因为仰光机场只有一个跑道 事故发生后导致机场关闭两个多小时 10个缅甸国内航班和两个国际航班 要临时改到缅甸其他机场和泰国清迈机场降落 叶图昂说 将会进一步做好机场安全工作 希望事故不会影响游客到缅甸旅游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仰光的一家私营医院 在8号晚上发生事故的 孟加拉航空飞机 包括三名中国公民在内的 19名受伤乘客 在这里接受治疗 目前得知所有伤者 都没有生命危险 奉以乡船部缅甸 仰光财宝报道 这真是还好 不过最近真的很幸运 对 断层三劫 心里一听 光看到刚才的那个画面 自己心里就真的很发毛 对 而且那天那个跑马这样一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就说 最近如果说近期 这种飞行安全的事情 一旦一直在发生 其实会造成公众一些心理的影响 我的朋友 最近真的 还不夸还不止一位 两位他们就在那边说 哎呀糟糕了 这最近近期是不是稳先 先乖一下 要出国旅游缓一缓 我就还跟他们讲说 没有那么夸张 这都是心理影响 还有人要算日子你知道 这当然是心理影响 因为呢 你若说是旅游 我觉得 你心里上面有这样子的压力的话 那缓一缓去没什么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 他不是因为旅游 就不得不去 他不得不拆啊 不得不去 对 所以说这是没办法 所以最近这些事真的会造成一些心理上面的影响 那当然当然 心理上面的影响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出行 你像要我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可能会选择一下机型 就是我在可以去挑选的时候 会选择一些机型 比方说 很简单嘛 你从香港或者飞北京 这段行程有时候是因为出差 可以选宅体客机 可以选宽体客机 那我当然要选宽体客机 因为它大一些 我是觉得坐起来舒服一点 对 会大一些 那一般来说大飞机肯定 遇到了这个气流颠簸的这个程度会小一些 其实你真的是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但你只能也只能做到这样一个地方 对不对 比如说像之前那时候那个波音737这个出事 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吗 就是说这个中国那时候呢 很快就决定说停飞 这太重要了 对 这太重要 就是说大家在挑这个飞机 大家在订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乘客 很少人会在这个订机票的时候 会注意到说 它是哪一个机型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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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后来才会 我真的不会 我要不是上次发生 我记得一天都很飞 我从过去飞到现在 我都没有管 但是我会跟大家说 我好几次注意 特别是某机型我才去订 没用 因为你到那边航空公司临时给你调班次 你要你的生气都不知道对谁说 但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个新起的 在缅甸阳光机场的一些事 那好在这个人员是没有生命上的危险 但是呢 造成40亿人死亡的这个俄罗斯 客机迫降起火事件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家也还是在等着这个调查结果呢 现在有一个三个方向的调查 正在进行当中 分别就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飞机机身的故障 还有恶劣的天气 在设施飞机员目的地摩尔曼斯克 部分家属在机场迎接事故的幸存者 忍不住机动相拥 民众排队献上鲜花 蜡烛和太迪熊 纪念事故中的遇难者 在思念日诺福尔斯克一家医院 由于院方有两名医生 在事故中遇难 走廊里摆上鲜花悼念 同事们感慨 曾在一起工作学习的朋友 就这样天人两隔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 一架苏霍伊超级百型客机 5号下午从莫斯科系列 媒介沃机场起飞 不久后 驾驶员请求返回机场迫降 客机在空中绕了两圈 于6点40分左右降落时 失事并起火 调查委员会表示 已经回收了所有的机身残骸 并开始解密 俗称黑夹子的两个飞行记录仪 调查事故原因 有飞行员表示 飞机显然是在降落后 才燃起大火 事故飞机上的飞行员表示 他是按照超过标准着陆 重量的程序进行降落 并不清楚飞机为什么会硬着陆 但有报道指 机组人员并没有采取放游措施 避免机身降落时超重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指 现在认定事故原因为时尚早 目前调查正朝着三个方向展开 一是飞行员是否存在操作失误 或资历不够 二是飞机的机械故障 以及降雨和闪电等天气因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现在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显示 俄罗斯这次飞机很大的原因 应该是机长的误操作 就是人为的这个 就是天灾和人祸 你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的事情 而且过去的时候 因为这是发生在我的朋友 好朋友的这个身上 多年前那时候 就是在这个苏联刚解体的时候 然后一波的这个东欧的 不是就是浪潮吗 就那时候讲的苏东坡 他们去采访 然后就是在 从俄罗斯那个回到台湾的 这个路上的时候 就搭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航空 因为这太荒唐了 这个机长他们竟然让就是休假 他们就让小孩子呢 就是进到他的这个机舱去 其实误触按钮 对 我的以前在中国时报的同事 两位都是命葬活海 就是就是在这个 就是他们在那个森林里面 这样坠击 对 我们的同事呢 江生阳的父亲 是台湾的这个外交官 他那时候还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就是你到人为的 就是真的是太叹气了 没有办法 所以刚才其实你们说到 如果短型飞程的话 会选择航班和机型吗 其实我如果飞长的航班的话 会尽量减少转飞 我基本都是能买直达 我就买直达 减少转机的这种出事故的 对 因为飞机出问题很容易 就是在起降的过程当中 起飞和降落的问题 比较容易有风险 不过那是因为没有经济上考量 因为很多人他转机 他除非真的有转机需要 还有就是他知道转机的 他可能票价上来讲比较经济 我讲一个轻松一点的 因为刚才那个Coco在讲到说 搭飞机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我讲的是真实的 就是那时候呢 就连战他在单 不管是担任这个 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的首长 或者是副领导人 他常常这个出去访问 或是在这个台湾的时候 选举啊 飞来飞去这样 但因为连先呢 他在担任台湾的交通部门首长的时候呢 台湾完全没有飞安事故 完全没有飞安事故 所以那时候我们难免都会 就经历这种气流 但是呢 只要连先跟我们在飞机上手 大家都觉得很安心 是不是 好吧 我们再把目光看回到 这次的俄行事故 大家很气愤 因为这次事故过后呢 有媒体就曝出 有坐在比较靠前的乘客 在撤离的时候 坚持要拿着自己的行李 堵塞了后排乘客的逃生通道 从而造成后排乘客更多的伤亡 这样的消息一出 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没有代谢观看 请在讨论 这个商户 这四年li烟 和什么 优优 全部 我們是很不舒服的 和不公平的人 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帳戶 獲得在四十分鐘 就不得了 拜託 我會有壓力 讓我住在這裏 你幫助了 你幫助了 航空機 我幫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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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個細節 看這次俄航科技 事故发生之后 就很多讨论的就是这一段 说乘客在大湖的农业当中 你肯定一片惊慌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上头这个空姐 或是空服人员的处理 也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关键作用 在事故的科技上 当值的一名空姐 先是激紧地踢开了舱门 并且在机组人员 开始疏散人群的时候 为了加快疏散的速度 是直接用脚 把乘客踹出了舱门 而且他还是逐一 扯住了每个人的衣领 推他们出去确保不会 有人阻塞在这个中间 这名空姐的名字叫塔基杨娜 是机上37名幸存者之一 她的拉扯脚踢 虽然无理 但是却成功地 拯救了多条的性命 对 然后另外一边 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来看一段 一段教新爆出的视频画面当中 我们还能看到 这个现年36岁的副驾驶 扑兹聂佐夫 他明明已经成功 从正在猛烈燃烧的飞机出来 逃出来 他靠着绳者 还有多名人员的帮忙 是顺利回到了地面 但是他又从逃生滑梯 冲回了飞机上 这个库兹聂佐夫 最终是抵达驾驶舱 他救出了机长和一名乘客 以及部分重要的飞行文件 这就成了鲜明的对比了 一边是为了 为了要拿行李 害掉了更多人命 另外一边 确实通过机警的操作 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比较粗鲁 但他却是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救出人命 我们的网友的这个时候 他给了一个建议 他说飞机上应该设一套的系统 飞机进入到逃生模式之后 行李舱就自动锁死了 并且不断播放警告提醒 让乘客尽快防水 他想太多了 他那么大的火 什么系统一烧都废了 你到那时候电线一短目 上山落水你想太多了 而且对于这种不顾命 只要行李的人 你上锁了他更坚持 好多个 可不只是这一个 你上锁了他更坚持 因为他们不会知道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的行李是上锁的 他搞不好更坚持 这次我们看到 其实还有很多画面 是机舱内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 大家可以完全理解到 当时的那种饥荒 所以飞机航空 飞机机舱内的空服人员 很重要 我们自己在搭乘飞机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经验 有的时候空服人员 他说破了嘴 可能有些人 他就是不遵守 我们要知道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的那个 其实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而且就是这个通道 你前面的 你那个空姐呢 他喊破了嘴 也没有用的 因为他打死在那边 死着要去拿行李的时候 后面的人怎么办 讲到这个 我要提醒一下 我记得 曾经有那个飞胺的专家 有提醒过女性 就是说 你搭飞机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穿那种 玻璃丝袜 因为呢 玻璃丝袜很容易着火 是真的 是的 就是说你如果说 不是 如果飞机一旦 有什么着火 什么之类的话呢 脱掉了 你那个 不是 你可能来不及 但是就是说 它会容易 它会附着在你的 附着在你的皮肤上面 那你这样子变成 你会有烧伤的 这个各方面的问题 对 那不穿高跟鞋 不穿高 穿不穿高跟鞋 倒是还好 就是你当然是穿平底鞋 比较舒适的时候 遇到各种状况的时候 你淘起来比较快 因为你想想看 你如果穿个很细的高跟鞋 你那样子逃身舱 这样子滑踢下来的时候 你有可能你那个鞋跟 你会去戳破什么东西 对 或是发生什么样的 都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说 不要穿玻璃色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当然有重要的 其实遇到了 如果真的是非常的不幸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我们还特别提到了 有一个叫逃生的黄金 90秒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一块给大家来了解 稍后见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频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几手机筹码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创策户端 表解台前幕后 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 摇一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往来 其实说到了2019年 这才过去了 五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在今年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空难 确实值得我们 来好好地回顾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 交给北京新媒体的宴响 一块来盘点一下 好的 没错 空难这个词呢 说起来就让人恐惧 然而今年 我们还是无可避免地 在新闻中看到了这个词 2019年的1月14号 撒哈航空的一架 波音707货机 在伊朗发生空难 事故导致15人遇难 调查发现呢 涉事飞机1976年首飞 是一架拥有40多年机灵的古董机 2009年8月 这架飞机就发生过发动机故障 并且紧急降落在了 飞目的地机场 时间来到了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 ET302航班在起飞6分钟之后失踪 随后在亚迪斯亚贝巴附近 发现了残骸 机上共有149名旅客 和8名机组成员 其中包括8名中国游客 根据官方数据呢 此次空难 无人生还 根据调查 也是波音最新的中型载体客机 值得一提的是呢 2018年的10月29号 失航的GT610航班 起飞10分钟之后坠毁 机型也是波音的737 MAX 8 短短4个多月 波音的737 MAX 8 连续发生了两起重大空难 波音首席执行官 4月初发布声明 承认737 MAX 8的 自动防湿速系统存在问题 它向遇难的家属和亲友道歉 但对很多人来说 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时间进入到了5月 俄罗斯的一架客机5号 从莫斯科的谢列 梅杰沃机场起飞之后起火 那么飞机随后返防并且迫降 从现场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架飞机 在落地时冒出了滚滚黑烟 飞机迫降之后呢 机身后部迅速被火焰吞没 前部两侧有逃生滑体打开 部分乘客开始逃离火场 那么目前的事故 已经造成了机上78人中的 41人遇难 大部分受害者都遭遇到了烧伤 和有害气体吸入 目前事故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而此次的孟加拉航空事故中 我们也希望伤者都能够早日康复 好的 共同讨论交换香港 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这个2018年的 全球空难死亡人数呢 就在2018年这一年呢 其实是急剧上升的 但是有专家表示 就是说再做一个对照比较呢 却发现说这个航空事故率 较10年或20年前 其实是大幅降低的 所以它变成是说 要切割开来看 所以在2019年以来 刚完全提到现在才5月 发生了这些事件 我们就在看这个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评估跟趋势 我个人感觉这些统计是什么 它只能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意义 是的 任何一个生命消失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它就是全部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得从两个方面去想 一个就是统计学的意义 它确实飞行安全变好了 但是每一次死亡 每一次的这个意外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不可以估量 不可以挽回的 没错 不只是数字 这就是任何的意外灾难的时候的 它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 就在 就像上万据所说的 因为这个几率是如此 但是你发生到自己的身上 发生到你的亲人的身上 它就是百分之百 没错 没错 对 就是很无奈 所以要在上飞机之前 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还能做什么其他的 那就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90秒 究竟在这90秒里面 你都能做到什么 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甚至帮助他人呢 赶紧来看一下 空难基本上有三种形式 高空解体 起飞失事 降落坠毁 如果飞机高空解体 那是胸部极少了 但如果是起飞降落阶段 发生事故 很多情况下 还是可以逃生的 一 当机组发出迫降音几时 首先检查安全带是否记好 然后双手交叉 放在前排座位上 头部靠在手上 在飞机着陆前 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否则可能会被动 二 飞机着陆后 首先要稳定情绪 不要慌乱 确定紧急逃生出口的方向后 解开安全带 准备逃生 行运什么的 让它有多远可多远 三 舱内出现浓烟时 不要大声呼叫 不要打开空空口 那样会加大队 腰部吸入 逃生时尽量放低身材 并助呼吸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四 从胸内跳出 落在冲气滑梯上时 双臂平举 亲握拳头 拖双手 交叉抱脾 双腿及后脚跟 紧贴踢面 收腹弯腰 直到滑到踢踢 让你躺开 顺利逃出机舱后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 从一方方向 尽力奔跑吧 即使你没有波尔克的速度 一带意外 还是安全地带 六 每次登机入座后 要耐心认真地听去 乘务员的讲解 阅读安全手册 检查安全带是否正常 了解救生衣 两栖面罩如何使用 确定飞机逃生出口的方位 一般来说 飞机失事后的90秒内 是逃生的黄金时间 从1983年到2000年 95%以上的人 都从飞机坠毁中 幸存了下来 所以发生坠机 第五可怕 可怕的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其实我们都说 其实要应对 这个时间很难了 都不容易 而且呢 这个空难 只要有一起 都非常的重大 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 因为这个美国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这个NTSB 曾有统计显示说 在极其严重的空难当中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 不要绝望 就还有7成6的这个乘客 还能存活下来 请大家在这个搭飞机的时候呢 起飞前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喜欢看 那个空姐的这些示范 安全也是一定要看的 看一下吧 还有有些指示 当空母人这么耐心的 在那里提醒的时候 请一定要遵守 好 我们话题关照到这里呢 一起转角看到爱吧 最近在挪威 一位游客的手机呢 不慎落到海里去了 随后一只白鲸 从水下游出 嘴里就还叼着他的手机 乖乖地物归远逐了 好可爱 都说鲸鱼有非常特殊能够安慰人的一个力量 好聪明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次谢谢奶菁姐的点 谢谢 祝福大家都健康愉快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